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 今天是2024年10月18日 星期五农历9月16 我是主持人Lily 第一则新闻播报是 华盛顿州最新民调显示 Harris大盛领先川普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在过去三个月中 华盛顿州选民的总统竞选格局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虽然前总统共和党提名人Donald Trump 在这个选美最偏蓝的州 仍面临失利 但差距有多大呢 在7月中旬的民调中 50%的华盛顿州选民 支持当时仍在竞选的拜登 而川普的支持率为36% 随着拜登的队选 副总统Kamira Harris接手 最新民调10月9号到14号之间 进行显示 Harris可能在选民中的支持率 上升到57% 领先川普22个百分点 Harris在华盛顿州选民中 拥有强劲的领先优势 如果今天进行选举 大约57%的受访华盛顿州选民 表示他会投给Harris 而35%的选民会投给川普 跟全国性趋势不同 华盛顿州民调显示 性别差异不大 而Harris在全国范围内 受女性支持 而川普在男性中 比较受欢迎 此外 民调也显示 Harris在本周的温和派 和独立派选民 也有大幅的领先 10%曾在2020年 投票给川普的选民表示 他们今年计划支持Harris 甚至在通常跟 对共和党有利的犯罪问题中 这些选民也表示 要支持Harris 经济问题通常倾向保守派 但56%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更信赖Harris 来改善经济状况 尽管共和党将通货膨胀 归咎于拜登政府的政策 不过华盛顿州选民 并没有完全忽视这种批评 对于这些认为 生活成本是主要问题的选民来说 川普拥有7个百分点的 领先的优势 此外生活负担问题 似乎在年轻选民中 比较引起共鸣 他们对川普的表现 表现出更多的开放态度 民调中民主党支持率激增 使Harris有望 以至少与拜登 在2020年竞选时 相当的幅度赢得华盛顿州 当时拜登获得了58%的选票 而川普则为39% 在将边境安全略为首要议题的选民中 川普人占主导的地位 88%的受访者支持这位前总统 川普多次将非法移民视为 对国家安全及福祉的重大威胁 然而除了边境问题 边境安全问题 以及生活成本之外 民调中提到的其他问题 有如生育权 外交关系 无家可归 以及移民的问题 都显示Harris占优势 在公共安全问题上 对Harris的信任 可能与如今他强调 自己曾担任检察官的角色有关 那在这个华盛顿中 选民在总统竞选中的关键议题 民主党政治分析师 曹西克指出 Harris似乎在经济问题上 逐渐缩小跟川普的差距 他将这个归功于 副总统提出的政策 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例如在四年内建造 三百万套新住房 以及扩大首次购房者的 首付援助 然而共和党政治分析师 贾斯丁认为 住房负担不起 和整体经济问题 确实川普在50岁以下 选民获得更多支持 42%的选民 表示他们将投票给川普 18到34岁的选民 也有类似的比例 而50岁以上的选民 丁佑28%支持川普 分享了这么多民调的资讯 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要记得去投票 不要让自己的权力睡着 Adeline要开声音 sorry 听到你的声音了 现在听到了 不好意思 那我们也看到 在年轻的选民中 他们可能会更支持川普 但是比如说 在更年长的选民中 他们可能会更支持Harris 那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川普 他更主张 他们的选民基础 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川普 他在白人啊 中产阶级啊 或者是农村选民 还有一些工人阶级中 他们会有比较强大的 这个支持基础 但是我们也看到 他们在比如说 很多议题上 他们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比如说移民政策呀 公共卫生啊 这些 比如说川普 他更主张这种 美国优先政策 那吸引了一部分的 他的一部分的投票者 那Harris呢 他可能更牵向于一种 包容的政策 他更关注 比如说社会中的公平啊 还有气候问题啊 这样的 气候变化 这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 他们可能会 他们的主张不同 所以他们会吸引 可能不同的选民 对他们的支持 对 其实我自己是蛮 看到 因为当时 有总统辩论嘛 那当时就是看到 发现说 就是拜跟他的一些表现 会感觉他跟 之前差蛮多的 那可能就觉得 是真的真的 对他来说 可能这份工作太累了 然后我就觉得 所以可以换个 年轻一点的人出来 好像也不错 其实川普的年纪 也算是很大了 但可能他在 因为在 这个领域上面 一直都是活跃的状态 所以他 一些表现啊 就跟之前差不多 不会到感觉差很多 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 每一个候选人都 虽然都有自己的 政见发表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其实整个国家的运作 并不会差太多 可能是 在一些大方向 可能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 就是两个人的决定 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 两个人对于美国 很重要的议题 应该采取的态度 都还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 最后的决胜点 应该就是一些 小细节的一些决定 像比如说 刚刚有谈到的 Harris 他可能是比较 民粹主义色彩 比较重的 所以他可能这边 会比较照顾到一些 比如说他想要照顾一些 年轻的首次购买者啊 然后或者是说 他想要 让大家都拥有居住权 这件事情 对那相较的话 如共和党的川普 感觉就是比较 鸣派一点 他自己的一些决定 就可能比较 像之前他上一任的时候 他盖了围墙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真是蛮惊讶的 所以呢 对今年 让我们再看看 到底是谁会选中 那我个人是希望 就是不要有太多drama 不要再重新投票啊 那些 我觉得这可能会 比较造成国家的一些 经济的负担 就是五个人的想法 是的 没错 我觉得 作为我们平台的大百姓来说 我们 其实并不是特别 就我们更希望的是国家在 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就是不要有战争 我们都生活在和平年代 可能这就是 不管是美国 还是中国 还是台湾 还有世界上各个地方的 那个百姓 他们希望的就是 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这样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然后我觉得可能 川普 他的这种政治形象 他给大众展出出来 这种政治形象 是比较 没有那么严肃的 比如说上次他 他遭受了枪击以后 第二次他出来之后 他会很幽默地对着 这个选民 比如说这个枪击的姿势啊 那可能也是 吸引了一部分 年轻的选民 或者是给 大众 是带给大家这种 比较好的观感 那我觉得好像是 不管是谁当选 都是希望他们更注重在 经济的发展 这样不要太涉及战争啊 或者其他这方面的东西 好 那下面为您播报 第二则新闻 OpenAI在西雅图地区 设立新办公室 靠近微软总部 OpenAI在华盛顿州 Berry有开设了一间办公室 同时作为ChairGPT的开发者 这标志着其在 接近合作伙伴微软的地方 建立了实体存在 同时也希望利用 西雅图地区 丰富的工程人才 一位发言人 向GeekBear证实 该办公室几个月前开业 此消息发布几周前 公司刚刚完成 大规模的 65亿美元的融资 上周OpenAI还宣布 除了西雅图外 还将在纽约市 巴黎 布塞尔和新加坡 开设办公室 该公司还在 总部旧金山 以及伦敦 杜柏林 和东京县的办公室 增加了员工数量 在其招聘页面上 OpenAI列出了 西雅图地区的 三个空缺职位 根据LinkedIn的信息 OpenAI在该地区 约有80名员工 公司未透露 在西雅图地区的 具体员工数量 新办公室将在OpenAI 在靠近于华盛顿州 雷德蒙德的微软总部 拥有一个分支机构 微软已向OpenAI 投资约130亿美元 并为其提供计算能力 支持公司的各种AI服务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 为OpenAI提供了大量的 计算资源和资金 而微软则获得了 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 OpenAI是最新一家 在西雅图设立本质的 科技公司 加入了在该地区 运营的100多家公司 这些公司都在该地区 设有卫星工程办公室 西雅图地区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科技中心中排名第二 Pinterest和Rex 最近也在西雅图 开设了新的办公室 在混合办公模式的兴起中 一些公司如微软和Meta 就在减少 贝尔维尤的办公空间 但其他公司 比如说Snowflake 则扩大了其在 该地区的业务 根据这个Birda Race Group的报告 西雅图东部地区 包括贝尔维尤的办公室的 控制率 在第三季度达到20% 相比2019年的5.7 有所上升 那根据Colars的报告 西雅图办公室厂 在第三季度的控制率 高达30% 此外 西雅图时报也曾经报道过 OpenEye在西雅图地区 设立办公室的计划 那我们通过这次新闻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OpenEye它在 贝尔维尤设立了 这个工作室以后 它希望和微软展开 这种更深度的合作 那它在 那这也标志着 它和微软的合作关系 进一步加强 微软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微软它向OpenEye 投资了 投资了约130亿美元 然后为它提供 这种计算支持 那这种 尤其是OpenEye 它在 贝尔维尤设立的办公室呢 也会进一步地 巩固 它们两个的 这种合作关系 那 我觉得 它们这两个公司 互相的 分享技术 然后互相的支持 不仅可以让它们 更加紧密地合作 然后增强彼此的 技术共享和 发展速度 那它们还会为 人工智能领域呢 提供 更大的创作空间 那未来呢 它们两个这种 强强联手 也可能会推动 更多的这种 创新和 应用场地的 这种 应用场景的落地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西雅图地区 它是一个 科技公司 聚集的地区 那比如说 那西雅图 现在已经成为 北美最重要的 科技中心之一 那新的包括像 OpenEye Pinterest Brex 然后Microsoft 我们所知道 各种各样的 新兴的科技工厂 它们都会在这里 建设办公室 建设一个办公室 所以呢 这种丰富的工程人才 技术生态和 创新文化 是这些公司 我觉得是 它们选择落户 西雅图的一个 很关键的因素 那 我觉得西雅图地区的 这种科技公司的 聚集效应 它会带来 比如说更多的 创新项目和企业的 涌入 那对于本地经济 和就业来说 我觉得这是 非常有 积极的影响的 那同时 它们可能也推动了 这种 区域的竞争的加剧 那人才 争夺 也会 日益激烈 那长远来看呢 西雅图非常 有潜力成为 不仅是美国 反而是全球的 这种科技创新的 重要枢纽 然后我们也可以 在Series新闻的 最后可以看到 它讨论了这个 办公室市场的 控制率 控制率的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 从疫情之后 很多的这种 科技公司 它们选择了 就是 remote工作 或from home 这样的工作方式 那大部分的 比如说程序员 或者是 PM 就在这种 科技公司 工作的人员 他们可以选择 远程办公 那我也可以看到 上个星期 我们也 也讲到了 就是 随着 疫情时代的落幕 那很多公司 也希望这些 员工 他们back to office 但是这个政策 现在 可能是 更多的 我觉得是 我觉得可能 60的员工 他们是不希望 back to office 因为他们可能 已经习惯了 我远程在家工作 我也可以工作很好 那你为什么 非要让我back to office呢 所以我们也可以 从这个新闻的时候 看到这个 比如说西雅图的办公室 在第三季的控制率 高达30% 然后 那你看像 Bellville 他们的控制率 也达到了2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更多的员工 他们是 不希望 回到办公室 去工作的 比如说 我在家 我一天 我可以更好的 那个 安排我的生活 比如说 安排 对 我可以 上午 选择工作一下 然后 比如说 我偷偷的摸个鱼啊 或者是 跟家人 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那如果你强制 要求我back to office的话 我就一定要 坐到office里面 那可能这个也是 很多员工 他们不希望back to office的原因 那不知道 Lily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自己的经验分享 是我自己也很不想要回office 因为 我觉得 在家感觉就是 一方面 其实时间 大家会说 比较不容易专心 或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要看工作属性 如果你的工作属性是 你有基本上的要求 一定要把事情做完的话 所以其实 你会更好地利用你的时间 比如说你今天 弹性的 想说下班以后 你有什么活动 或是你有家庭要雇的话 你可以自己早点上班 把事情做完 然后早点下班 去做自己的事 然后我也有看过 一则报道 就是说 在家上班 其实一般人 会吃得比较健康 因为会在家里煮饭 那这也呼应到了 我每次去办公室 我们公司是有 一个礼拜有付两一次 午餐的 所以我们就会在那 有付午餐的时候 去办公室 那就是每一次的午餐 就都是汉堡 披萨 那些不健康的 我觉得非常不健康的食物 对 但是那也是比较快速 可以解决的食物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觉得办公室 虽然很多厂 移到这边的一个优点 可能是说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缺点的话 我觉得是会提高了 本身的生活品质的水准 就是比如说 房租会变得比较贵 因为大家可能 如果办公室都聚集在一个地方的话 那它的附近的房租 一定是会提高 因为供需的原则这样子 对 是的 好 那现在我们为您插播一段广告 广告后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了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at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 我是主持人Adeline 我是主持人Lily 那下一条新闻为大家播报 波音裁员计划将大幅削减百零岗位 上周宣布的波音大规模裁员 让全部非自愿裁呃 全部都归为非自愿裁员 这意味着公司不会向员工提供自愿离职的经济补偿 那根据波音商业飞机部门经理周一收到的裁员计划 机械师工会的成员目前不在裁员的10%之列 那波音发言人Jessica表示 波音选择不裁掉正在罢工的员工 尽管机械师可能会在以后被裁员 这意味着最初的裁员将主要针对白领员工 包含工程师及各级非工会员工 甚至是副总裁 西雅图时报获得的关于裁员计划的内部简报 显示了选定个人和工作小组进行裁员的标准 那简报显示计划分两个阶段裁员 经理们预计将在本月底前最终确定裁员名单 然后在进行监督和合规审查之后呢 首批受影响员工将在11月13到15之间 收到60天的裁员通知 他们的工作将于明年的1月17号结束 如果需要达成10%的裁员目标 第二阶段的裁员将在2月21号进行 在回应有关计划的问题时 波音表示受影响的员工在被通知裁员之后 只需在工作几周 他们将继续领取工资直到裁员日期 从而有一段时间 虽然包含感恩节以及圣诞节假期 这段期间是可以找寻其他工作的 那被裁员的员工将获得遣善费 波音表示 该公司能在制定计划的初期阶段 周一简报中的日期可能会有一两天的变动 这次裁员的目标大约涉及公司范围内的 一万七千人 波音表示10%的裁员计划 可能会在其他业务部门 包含国防与太空部门 全球服务部门 几种部部门中有所不同 那谁将会被裁员呢 简报显示 商业飞机领导层将使用一系列标准 来确定裁员的个人和单位 那他们被要求考虑所有级别的人工 包含高阶主管局经理 随着员工因跳槽或退休自然流失 这些将记录裁员的目标 裁掉非员工合约工也将记录裁员目标 但经理们被要求不要记录 以设定合约期限的专业合约工 对于直接裁员表现不佳 是首要的筛选标准 表现较差的员工可以被解雇 其次是高成本 包含个人及工作单位的间接成本 经理们还被识别 可以降低优先顺序并停止的工作 他们还应考虑哪些技能是必须保留 哪些不是 因此取消不再被认为必要的职位 是达到裁员目标的一种方式 标准清单指出 经理必须考虑个人的工作 是否涉及商业飞机组织的多个层级 那波音表示 在做出裁员决定时 领导层被要求考虑组织的报告结构 以时期更扁平更有效率 此外经理们还会被考虑要求 重返办公室的推动力 员工是远距工作 还是现场工作 可能会成为决定因素 机械师目前受裁员影响 波音的南卡罗莱纳州的生产 和维护员工不在计划之列 同样被排除在外的 还有机械师工会 第751区 和欧勒纲波特兰的机械师工会 第W24区成员 尽管简报中声明加了目前的括号 也许波音的考虑是现在裁掉机械师 可能会激化矛盾 使罢工难以解决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蓝领的员工裁员可能会在以后进行 不过这次裁员的需求和机械师罢工 关系不大 这是新任执行长凯莉为这次波音 面临广泛和深层的问题而进行的重组 自从今年1月发生 阿拉斯加航空机身面板爆裂事件以来 波音陷入了严重困境 资金流失严重 波音不得不说服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它已控制工厂内部的品质管理问题 波音唯一的出路是重新开始生产飞机 并将产量恢复到1月爆裂事件前的计划水准 为了实现这些生产率 波音一直在快速的招募机械师 无论罢工何时结束 波音都需要大部分的机械师投入工作 然而裁员计划并未为工程师提供任何保证 即使在南考兰纳州只有生产工作 明确排除在裁员之外 目前将33,000名机械师排除在计划裁员之外 意味着波音只能透过大量削减白领员工 包含工程师及非工会的有心员工 来达到商业飞机部门目标中的10% 过去当波音需要裁员时 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和COVID-19大流行导致产业低迷时 波音透过提供自愿离职前三费 来减轻裁员的影响 那这次则不会 不会提供自愿裁员 那该计划明确指出 这可能是因为波音目前的财务状况不佳 无法提供死诱因 让被裁员员工在正式裁员日期前停止工作 并继续领取薪水 是商业飞机部门计划中的唯一缓解措施 目前波音员工必须等待超过四周的时间 才能得知他们的命运 这无疑就是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跟担忧 我自己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朋友 之前在科技公司有一波裁员潮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会在 知道说明天要公布裁员 他们晚上真的都会睡不着觉 然后都会非常非常的担忧 就是自己整个组都不见了 是的 对 那我自己是在会计工资上班 那我的职位是比较不容易发生裁员 因为比较稀缺 所以呢 我听到别的部门呢 他们是真的是 比如说他们还是在工作到最后一刻 突然 比如说像现在 一个时间点 突然就被HR通知说 你明年开始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前一刻他都还在工作还在卖民 所以呢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难过的消息 那波音一直以来也就是在 我觉得他自从从疫情开始 然后后面的疫情的结束有开始好转一点点 但是后来又因为飞机的一些问题发生 所以导致波音整个情况都非常不好 是的 对 那我自己是知道他们移来西雅图 是因为一些免税政策 要不然他们之前也是在芝加哥 因为我是从芝加哥过来 那他们之前的厂是在那里 对 那我对于 波音的补充就到这里 好 那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之前我一个朋友他的经历 那也是就像刚才露丽说的 就是前一刻还在上班 然后下一刻就知道 哦自己的自己被裁了 那之前我有个朋友也是 他是在亚马逊工作 而且他是当时还是在亚马逊 做实习工作 是做SDE 然后后来呢 也是前一天晚上还在工作 第二天被通知说 哦你们整个组都被裁掉了 因为他当时是在用OP实习嘛 所以最后面带来了 非常非常多的麻烦 比如说他已经申请了 三个月的OPG 他刚刚工作了一个月 然后发现 哎我的公司我组没了 那我要怎么 用我接下来这段OPG的时间呢 我要怎么跟学校写上呢 这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那我们也知道波音 就像我们前一次播报的新闻一样 波音一直是处在一个 一直在裁员裁员裁员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公司 他们是通过裁掉一些 高层的这种 中高层的领导者 然后他们再招新的人进来 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支出 然后可从而获得一些平衡 那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 在辛苦工作的员工来说 也是非常的 不能说不公平吧 只能说是对他们生活 造成了非常多的影响 那比如说我前一天还在工作 你下一刻告诉我说 哦我被裁了 那我接下来的 那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 尤其像我们这种留学生 我们要面临很多的身份问题 我们比如说我们只有 我记得是60天还是90天的事业期 我们在事业期之中要找到工作 所以这是也给非常多的 不仅是留学生 把就是工作人员 带了非常多的困扰 那我们就希望这种经济危机 赶紧的过去 然后每一个人都能 快乐的 平稳的生活 对 好 那下面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的标题是 华盛顿州十大房价最高区域 那一份新报告显示 华盛顿州最昂贵的十个油边区域 全部集中在同一个县 也就是King County经线 那根据Propriety Shark的数据 金线是州内这些最昂贵区域的所在地 该公司表示 报告基于2024年1月至9月的住宅交易数据 要求在此次间至少进行无比交易 才能纳入统计 那华盛顿州最昂贵的油边区域 位列全国前15名 麦迪娜 也是Madeena的98039油边 连续第8年位居华盛顿州榜首 麦迪娜的房屋中位售价位400万美元 称为全美仅有的15个达到之一价位的油边之一 近麦迪娜和莫斯岛就是Mercy Island的98040油边 积深了全美最贵的100个油边区域 那另外聊出烧计一筹 比尔维尔游的98004和 Smamish的98075油边区域 以前100名仅差不到5万美元 那下面呢是黄盛顿州十大房价最高的区域 第一名呢是98039 Madeena它的房价在400万美元 那第二名呢是98040 Mercy Island它的房屋均价在230万美元 那第三名是9804 Bellville它的房屋均价在187万5000美元 那第四名是98075 Smamish它的房屋中价呢 在187万美元 第五名是98033 Kirkland 它的房屋均价在171万1000 100万7117万7000美金 那下面一个是98074 Smamish它的房屋均价在 100万7100美金 710万美金 那第七名是98006 Bellville它的房屋均价在 15900 我是98008千美金 然后第八名呢是98007的Wooderville 然后第九名呢是98112的Seattle 那第十名呢是98005的Bellville 那Property Shark还指出呢 78%的最昂贵右边区 集中在九金山的湾区 也就是San Francisco的Bell Area 洛杉矶的大都会区 也就是Los Angeles的Metro Area 和纽约市大都会区 也就是New York City的Metro Area 华盛顿州特别是普吉特海湾地区 仍然是全国最热门的 住房市场之一 那蒙特莱克台地的98043 有边在第二季度拥有全美最快 收出的房屋 Bellville的报告还表示 麦迪娜的98039有边是全美 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以外 最昂贵的区域 并且是全美极其昂贵的 有边区域 那通过这次新闻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西雅图 大西雅图地区最贵的 还是这个麦迪娜地区 我们也知道 前全球首富比尔盖茨 他就住在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的房屋收价 中为数就为400万美元 那他也确实是一个 西雅图的富豪的聚集地 然后我们也看到 除了麦迪娜以外 像Mercy Island和Bellville 他们的房屋收价 也是非常高的 那麦迪娜和Mercy Island 他们也积升了 全美最昂贵的 100个有边区域 我们可以通过这次新闻 谈一下金线房价 攀升的原因 我们看到金线 是华盛顿中最昂贵的 房产区域的集中地 尤其像麦迪娜和Mercy Island 这样的高端社区 他们吸引了这种 大量的静止人群 那金线房价的 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可能在于 他优越的地理位置 然后还有他 强劲的经济基础 以及科技行业的 这种高速发展 那像微软 和亚马逊 这样的科技巨头 他们都坐在 这两个地方 那吸引了大量的 高收入的科技人才 那也推高了这种 科技人才 对高端住宅的这种需求 那同时呢 像Madella和Mercy Island 他们的生活环境 会比较宁静 然后还有他们优质的 教育资源 也会成为这种 富裕家庭的首选 那我知道比如说像 Mercy Island 它有整个 大西亚图地区 最好的教育资源 比如说他们的 初中啊 高中啊 最好的高中 初中都在 Mercy Island地区 包括像Madella地区 所以可能这种 教育资源 还有这种 自然的环境资源 也会成为 很多富豪 他们选择这两个 地区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也看到 随着金线 房价这种不断上涨 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 他们就会面临一些 房屋的这种 负担压力 他们会增大 比如说导致 很多居民 他们被迫的 迁移到更 迁移到更便宜的区域 你看到高房价 带来这种影响 它不仅是对 富裕阶层的影响 那你家住的这种 地区的住房不平等 那对普通的居民来说 这种房价的飙升 可能会导致住房的减少 那像很多人 他们可能被迫 要搬离像这种 富裕的地区 到更远一点的地区 比如说西雅图 或者周边的地区 去生存 那我觉得 这也会加剧这种 交通和基础 设施的压力 比如说影响一些 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随着科技行业的发展 以及对高端住宅的增加 那华盛顿州的房价 是否还会继续上涨呢 我们知道就是像华盛顿州 它的房价的最高点 可能出现在前年2021年左右 那这两年 房价也是慢慢的有一些回落 那我觉得 随着房价的相对的回落 那可能会是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相对较好的消息 那可能更多的人 他有能力支付房租 他有能力购买房子 支付房租 然后但是我们不知道 未来西雅图的这种房价市场 它到底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它是会走高呢 还是会降低呢 所以我们可能也是要 拭目以待 我觉得在广告前 我很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会想要买房子的人吗 我其实从长远来看 我是想要买房子的 就是在我的观念里边 房子对我来说 就好像是一个 就是如果我在地方 有一个房子 我会觉得 我会有一种归属感 我是这样觉得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房价 对我来说 我真的是望而却不 我自己看到 因为连 比如说租房 都会因为这个房价的 攀升而影响住景 是的 对 那就是我这边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我自己现在 在看房子的时候 有一些租房的页面上面 它是会写说 它是会有一些房屋补助计划的 那你就可以看看自己 是不是适合在 它的那个收入间距以下 那就可以去申请 他们比较便宜的房子 那都是住在同一栋楼里面 我是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如果你在租房子 可以关切的一些消息 那我自己如果说 买房子会造成我生活 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的话 我自己就不会想要买房子 因为我觉得 这边的感觉 跟以往比较不一样 不会被赶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文化不一样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是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 差不多一段广告 广告后将继续为您 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 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 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 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CHIP 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警字键 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乐点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 莉莉 那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不仅提供阅读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十大惊喜福利 那大家不知道呢 有没有去过西雅图的公共图书馆 那这边我们就帮它简称SPL 因为是Seattle Public Library 它这边呢 最新数据显示 我们的西雅图图书馆呢 在全球数位兼页量达排名是第八名 那包含透过图书馆卡免费下载的电子书 有声书跟数位杂志 那到今天为止图书馆不仅提供阅读的材料 SPL的传播专员Alisa表示 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心 那以下是西雅图图书馆提供你一些不熟悉的服务跟项目 这边来跟你分享一下 你就可以去图书馆的时候不是只有看书 第一点是里面有音乐练习室 如果你需要一个地方练习音乐 那Central Library提供免费的音乐练习室 那Marie这边提供给我们说 这是全市里面 全西雅图里面 唯一的免费练习室 你甚至可以借用吉他在练习室使用 那第二个服务项目就是家谱的研究 Central Library和线上平台呢 这边提供读者家谱研究资源 专门的家谱图书馆可以帮助你研究家族历史 那第三个是老年人专案 那图书馆这边提供线上跟线下的老年人项目 涵盖技术帮助啊 照顾退休规划交通服务跟社交连接 以及记忆力衰退的一些资源 所以呢 家中如果有老人可以让他去图书馆 去那边提供 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下一个是商业资源计划 如果你需要进行小型企业的资源 图书馆的商业资源计划呢 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 帮助现有跟潜在的小企业组 开发商业计划以及进行市场研究 那有时这些服务也会使用西班牙语提供 那下一个是社区社会的服务团队 那这是一个专门帮助处于脆弱状况的人的一个团队 组组馆的员工透过这些社会服务计划呢 提供公车票跟紧急的物资 帮助人们连接社区资源 有些分馆还会定期举办咖啡跟对话 Coffee & Conversation的活动 任何人都可以来享受 吃一些小点心跟咖啡 然后并且获得资源的协助 那下一个服务呢 是我自己呢有用过的 是博物馆通行证 那你可以透过图书馆的预约免费门票参观西雅图的博物馆或景点 例如水族馆啊跟Burke Museum 还有飞行博物馆 然后门票有限 所以你可以在几个月前 你就开始提前规划来去预定 那还有下一个服务是探索通行证 如果你计划去周立公园 那你可以用图书馆借用探索通行证Discover Pass 那不需要购买一天通行证10元 那年度的通行证是30元 图书馆提供将近50张探索通行证给读者借用 那这个我就没有那么清楚 现在还有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去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下一个呢 我觉得是蛮多图书馆都有的服务 就是串流媒体服务 如果你不想要付那个Stream fee 看电视啊或是看电影 那你的图书馆卡可以让你访问 Hupala跟Canopy的串流服务 那这两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小众的串流服务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小众的 可以再从这上面去得到一些资源 那最后一个这边提供的服务是求职资源中心 如果你正在寻找工作 图书馆也提供免费的资源 来帮你求职 那中央图书馆的员工可以协助你 帮你准备并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 那SPL这边也提供了线上的求职资源 你可以造访Tutor.com的职业中心 那这边可能很多人会有个疑问 就想说我没有图书馆的卡耶 那这样怎么办 如果你不喜欢办理图书馆卡 你也可以不用图书馆卡的一些服务跟项目 那图书馆这边提供一些没有登记系统的书籍 你可以自由借阅跟归还 那你可以预定音乐练习室并使用商业服务 大多数这些都是不用图书馆卡的 那Murray呢 这边也提醒我们 不仅仅是图书馆 它是你的图书馆 它不是就是 这边是根据社区的回归设计的项目跟服务 就是他们的目标是在服务社区 那图书馆还有为小孩提供丰富的资源 例如幼儿的故事时间 现场的作业帮助跟虚拟辅导 此外还有适合所有年龄层的 艺术文化活动 他们会有所谓特约 嘉宾来这边做一些演讲 或是艺术教学 所以下次呢 你如果到图书馆的时候 或是你附近的分馆 就可以看看这些项目的服务 然后利用这些提供的资源 来做一些分配 那我自己呢 是从在台湾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用图书馆的资源 因为从小到大就会去图书馆 那我之前分享一下台湾的图书馆呢 也有很多像这样上述的一些服务 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最常就是去那边看DVD 然后我后来呢 比较大一点就发现很多老人都会在那边看报纸 然后也会在那边下棋 那他们都不会发出很大的声响 但是我觉得那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最近想要看看就是书的排名 你去那边的话你也可以知道说最近在流行什么书 然后去翻翻两页就不一定要去书店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去书店 但是书店有时候可能那个书是封起来的 就没有办法提供服务 那我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呢 就最喜欢去借书 那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呢 我就会下载台湾的图书馆的app 然后我就可以登录我的账号进去 就可以借电子书 那我来到美国之后呢 不管一开始第一站在芝加哥 或是后来现在来西亚图 我都一样就去办了图书馆卡 那真的就是会有线上的电子书可以借用 可以借看 那如果说比较多人在排队的话 你就是可以列入就是后谷清单 那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借阅这样子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资源 就不一定要大家都去买Kido啊 或是说线上书的资源 就是如果这些免费的都可以用一下这样子 那我之前呢也是有因为这样就是去 预约了一下就是去博物馆的门票 我觉得那个系统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我目前下一站是想要去水族馆 因为我听说是去那边水族馆新开的 所以我自己是很想要预约之后 就是过去参观 然后用这个资源就可以免费看这样子 是的 我也是通过刚才类似的分享 我才觉得原来图书馆除了 进阅图书以外还有这么多的活动可以提供 那比如说Lily她刚才分享了 她在台湾的时候她会经常去图书馆 那我反而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时候 我并不是经常去图书馆 所以我刚刚才知道 哦原来图书馆不仅是可以进阅图书 还有包括什么像音乐练习室呀 家谱研究啊 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 哦还有包括Lily刚才提供的 要说到这个博物馆通行证 那我现在也是没有去过西雅图的这种 水族馆呀 或者是博物馆 那我刚才听到Lily分享之后 我说哎我也想要去试一下 我也想去看一下 原来图书馆除了进阅书籍吧 还有这么多那么多的服务可以提供 对我当时我记得我去申请 图书证非常地简单 就是你带你的ID去 然后甚至可能不用提供照片 他就当下帮你拍我记得 然后你就会拿到一张卡 然后他有小的跟大的你可以选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小的 就可以绑在你的钥匙圈上面 这样子 对 然后 我记得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个资源 是每个不同的博物馆 像比如说飞行博物馆 在南边那一个 他好像固定每个月的 第几个礼拜几是免费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些免费资源都蛮可以用的 如果你没有特定的时间 需要去的话 我觉得都是很好用的资源 是的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好好利用的 这种这些公共资源去 包括像图书馆呀 或者是这种飞行博物馆 多去看一看 更多的体验一下我们的城市 好 那下面为您播报最后一子新闻 最后一子新闻是 越来越多的亚裔女性 被准断出乳腺癌 那根据美国癌症协会 发布的一份报告 美国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 被准断出乳腺癌 其中亚裔女性的发病率 也在上升 该组织发布了 2024年双年度乳腺癌统计报告 显示年轻的亚裔美国人 太平洋岛女性的乳腺癌 发病率增长最为明显 这个时机非常的合适 我被准断出了乳腺癌 那朱在2023年 通过社交媒体 公开分享了这一消息 其实在那之前的一年或两年里 我就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 我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朱说到 那后来呢 他又注意到内衣上有一点血 有一滴血 当时呢 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认为可能是受了什么感染 于是呢 他迅速给他的 这种全科医生发了消息 朱告诉他的全科医生 那个他的医生呢 就告诉朱说 不 你今天就要过来 你马上就要过来 那经历了一次乳房X光检查 和几次活检呢 朱被确认患有HER2养性乳腺癌 朱说到 活检结果是养性 医生打电话给我 当时是早上8点左右 正好在我准备送孩子上学之前 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一想 因为我当时才38岁 而且家里没有乳腺癌病史 所以这真的让人猝不及防 那朱也并非是孤立 美国的癌症协会的报告指出呢 50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2012年至2021年 每年增长1% 根据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数据 2021年 美国估计有 262万名女性 50岁以下的女性患有乳腺癌 报告显示 乳腺癌的死亡率在下降 但是呢 自2000年以来 50岁以下的亚裔女性的乳腺癌 乳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50% 超过的年轻的西班牙裔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 以及黑人女性 成为了与白人女性 并加齐驱的最大增长群体 那乳腺癌的发病率的上升原因 上升的原因仍然不清楚 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 方舍科副教授弗雷德 他说呢 这是个好问题 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劳瑞和其他乳腺癌诊断领域的医生们表示 他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例如呢 有一个研究正在探讨 医生中磁性激素的暴露 是否是一个因素 像生育率肥胖等问题 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但这可能不只是单一的因素 而是多种因素的增加作用 劳瑞说到 关于亚裔年轻女性 乳腺癌发病率的上升 劳瑞表示 希望最新的数据 能够推动更多的研究 他说我认为 这历来是一个研究不足的群体 今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 最终建议女性应该从40岁开始 进行常规的乳腺癌筛查 劳瑞说的 我们看到研究和政策方面 对此都做出了反应 那猪说到呢 她也没有什么确切的答案解释 为什么会 她会患上乳腺癌 但是猪知道的是 更多的年轻女性应该提高警惕 她说 你必须听听自己的声音 我非常感谢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现在经过议论的化疗和议论的放疗后 猪的癌症已经进入了缓解期 她正在服药 她表示 幸亏我及早发现了乳腺癌 这也是非常可以治疗的 我还年轻 我其实发现了 所以医生告诉我 你会好起来的 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 在新闻的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 猪正在日间的好转 但我觉得我们从这次新闻中 也可以看到 年轻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 它确实是在逐年上升 那美国年轻女性的发病率 尤其是亚太裔女性的群体 它的这个发病率的上升 也提醒我们需要对这种趋势 进行一种更深入的研究 因为现在我们并不知道 具体的发病原因 它比如说这个发病原因 可能涉及到遗传因素 生活方式的改变 环境污染 肥胖和疾素暴露 等等等等的原因 那因为乳腺癌早期呢 它通常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观众更该 提高这种筛查意识 尤其是高位人群 它应该提前进行筛查 那此外呢 医学界也应该加大对亚裔群体 亚裔女性群体的关注 那针对更 他们应该进行更多这种 针对性的研究 然后确明确他们的 发病原因的具体因素 然后从此对 从而采取更多有效的预防措施 那我知道就是其实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 他们对乳腺癌 是并没有过多的关注的 大多数的人可能认为 癌症是离我非常非常遥远的 一个话题 那我们从这种新闻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年轻女性 他们会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 他们患乳腺癌的 几率是上升的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把体检 每年的这个体检 纳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我觉得每年一次的体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就是这个体检 不仅仅是可以帮助你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体 状况不仅是这种 基本的这种体重呀 就是正常的这种 心脂气所 这种身体检查 他比如说像早期的 癌症的筛查 这种的检查是非常非常 非常有必要的 比如说像刚才新闻中 我们可以看到 猪就是通过他 他知道 他发现他的 比如说他有这种疼痛的 迹象 所以他就是 急迟地去预约了一个检查 那他的医生他会建议他说 你赶紧要采取治疗 所以如果我们能及时地 发现 然后并且 干预的话 我觉得癌症 它并不是一个 就是 非常非常 不能好的 对 如果我们能及时地 干预 采取措施的话 我觉得就像主一样 他会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 缓解期嘛 癌症是可以治愈的 对 那 所以我就认为 我们真的是 非常非常地有必要进行 每年一次的这个身体检查 就是 但是我知道 像美国这边 可能是 如果你想要做 更进一步的筛查 我们保险cover的 可能就是基础的 这种问询的检查 那如果你想做 更多的 比如说像 癌症筛查这样的 可能我们需要多 支付一部分的费用 但是我也觉得 这部分的费用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我们可以真的是 提前进行筛查 然后提早进行干预的 好 那以上的新闻内容 就是由Willie和Adeline 为您播报的 只要了解 更丰富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 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 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 电台的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今日西雅图 或者是下载 中文电台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周再见 By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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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